大家好 我是天员 这次要分享一道煎猪排 做起来特别简单 而且很受小朋友的欢迎 首先我需要一块不带骨的猪排 切片厚度大概0.5厘米 用刀背把猪肉片拍松 现在开始调味 我需要两种酱 一种是烧烤酱 任何一款的烧烤酱都可以 还有一个ketchup 也就是番茄沙丝 所有的调味料都在屏幕上 这里的白胡椒粉可以换成黑胡椒粉 或者两个同时都用 这样的腌料会让猪肉煎出来以后有烧烤的味道 所以小朋友一般都比较喜欢 搅匀 腌制一个小时左右 完了之后我们往里面加两种粉 一种是生粉或者零粉 另外一种是面粉 两种粉的好处就是 既能挂得上姜 又能让表皮略带酥脆 现在每一块的猪肉片都要挂上粉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 如果还有个别的没有挂上 可以适当补一些粉 然后放到锅里去煎 先记得一定不能开大火 中天小火就行了 或者很没煎焦的 把它煎熟就可以了 这个呢如果放在小朋友的午餐盒里 一定很喜欢 如果你喜欢去给田园点个赞吧 也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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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